只要有一個銀色的東西 你就贏了 當然我不是說你隨隨便便拿一個銀色水壺就行啦 我對你說要有比方說 對 這個真的是不行 不好意思 後面的迷之聲會不會吃沙拉的時候講話還太大聲 Hi LL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秋葉 通常這個時候後面就會有一系列 有關於就是可能就那樣簡單啊 秋葉在這邊跑來跑去啊 那種小影音小剪輯 但是目前因為第一集啦 還沒有為我做出這樣子的小短片 我們如果未來做出成績 我相信關於我的個人小影片是會跑出來的 OK來這邊簡單的介紹我一下 之前呢其實是在航空公司擔任自己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常出國很常旅遊 對於買東西穿搭 其實都非常有興趣 很多人都喜歡聽這種比較中心一點的分享 所以就開始有了自己的頻道 甚至有去一些頻道開始也是有一些小系列 都是自己生活為主的單元跟主題 今天的話我們會先來介紹一些包包 就是最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的主題 當然未來如果你們對很多 可能不管是穿搭拍照 或是說攝影 吃東西 這些我都不做 還可以講這麼多 大部分的東西 我來只是分享包包跟穿搭為主啦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言跟我講 當然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要幫我就是按讚 然後大家應該都訂閱了吧 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分享然後跟留言說你們對未來有什麼樣 喜歡的主題想要看的 甚至我們可能還可以做一些Vlog啊 看一下就是到底一整天啊 逛街啊怎麼樣啊 怎麼走啊之被的 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就先跟我一起看今天這一集的主題吧 我相信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眼睛就整個 我有看錯嗎? 是現在最流行的低手對吧? 沒錯你們完全沒看錯 2023年年初到現在 大家不停在搜尋的包包就是這個 這兩個DESOL的包包 它就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聽過這個品牌 你知道它在做牛仔褲 你知道它比較偏中性個性 可是你始終可能都沒有真的踏進去過 它其實這個牌子在我們高通的時候挺紅的 就是那個時候除了Levis跟Lee以外 其實如果你能夠穿上DESOL牛仔褲 你絕對是品味的代表 因為它除了代表牛仔的一定的水平以外 它還在多了一點點個性 所以其實我在我們那個時候 能夠穿上DESOL啊 還有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那60啦 就那幾個牛仔品牌其實都是很紅的 去年開始突然Y2K風格再度興起之後 這幾個包包 它們好像就是也有一些 就是不一樣的設計的革新 它們開始把MARK也做出來了 然後跟上這個蜂巢 接下來這個品牌就是全球大漠 這兩個包包可以說是 目前大家如果想要買 它們家品牌的東西的時候 首選兩樣包款 我先介紹旁邊這個大的 旁邊這個大的呢 其實它是在意大利 我們這次不是剛好去歐洲意大利嗎 歐洲意大利的時候就是看到然後去入手的 這款它的歐元價格是 490米歐元 還沒有退稅 其實你都還可以再退稅 那它的價格大概換算下來 其實大概台幣156左右 其實是非常非常清零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我覺得 應該說今年其實你如果只要有一個銀色的東西 你就是贏 你直接在起跑店上 你直接到達最高點 你直接就是在前段班 只要有一個銀色的東西 你就贏了 當然我不是說你隨隨便便拿一個銀色水服就行了 我就一直說要有 比方說這個真的是不行 不好意思 外面的迷之聲會不會吃沙拉的時候 講話還太大聲 總之就是比方說一個銀色的包包 一個銀色的髮圈 一雙銀色的鞋子 我覺得其實都是可以帶出很多 今年夏天流行的小重點 那這個銀色的包包 尤其它又是做成腋下包 完全就是打中今年流行中的流行的流行 就是Y2K到不行的風格 那這個包包它其實 我剛剛講我們在歐洲看說是15000 其實今年2月的時候 我們剛好跟有一個通行的朋友 他們去韓國的時候 他也專門在找這顆包 真的 他說那個時候光是在店上 就是都搶不到這種基本色 你店上看到都是比較特殊色的 像銀色黑色白色 這些基本上在店上 那個時候是很難看到的 後來他在門市的時候 看大概換算台幣 大概是2萬2左右 他還是有買 但是其實呢 還是會發現歐洲的價差還是比較大 尤其好像在歐洲這一顆包 比較沒有像亞洲這邊 就是這麼的搶手 所以其實你要買 好像比較入手的時候 是比較easy一點的 我記得6月1日好像又有漲價 所以價格的部分 可能大家還是可以再去網路上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現在走進門市 其實都是買不到的 那這款的包包其實實際上它的容量是蠻大的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隔層 然後呢 前面有一個小小小小的夾層 你可以在裡面可能放一些 比方說你的公車票 然後或者說你的各種 比方去看演唱會的門票 或是什麼樣的小東西 像比方說收據 我來看一下它這裡面的收據 欸韓國的收據 它不是要報稅嗎 怎麼還沒有拿出來 沒有啦 這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可以放什麼 一支手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會有的 這個AirPods 其實也是可以放進去的 然後唇蜜 然後 呃 衛生紙 我覺得還可以再放一個護手霜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它的其實容量是很大的 那因為大部分的人 其實在背這種 一下小包的時候 本來你就已經沒有打算 就是要把你所有的家當放進去 什麼水壺啊 這種東西是真的是絕對不用想的 因為它就是要給你一個就是小巧的感覺 那但是以小包來說 這顆包的容量是大 因為它其實這個底部是寬的 那它是一個硬包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是你真的每天背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種就是很隨性很自在的感覺 然後就呈現給大家 那像這種包包呢 因為它本身銀色已經非常非常搶眼了 所以當你背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會建議其實 你身邊就不要再有太多 其他過度搶眼的東西 你就把你今天的重點 擺在這個包包上 它就可以今天帶給你非常大的一個點綴 跟畫龍點睛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可是真的要我花一萬五去買一個銀色的包包 我真的有一點花不下去耶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它們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非常可愛 這種超級咪的這個小背包的尺寸 這個尺寸呢 它在歐洲的價格大概是250度吧 反正它的價格是非常非常親民 好入手的 它也有非常多不同顏色可以讓你選擇 但是這個包真的跟這顆比起來 它就真的相較費非常非常的多 這顆真的是連手機都裝不進去 它就是只有一個這樣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小空間 那你裡面呢 能夠放什麼我想應該是那種女方卡夾吧 你的那種就是 而且要夠薄的卡夾可能才能夠放得進去 那可能像這種唇蜜啊 然後還有 AirPods是沒有問題的 衛生紙我來放看看好了 濕紙巾應該是不行的 衛生紙放進去是可以啦 但我覺得就是有點偏 偏擠了 偏擁擠了 然後再加一個唇蜜 再加一個AirPods 可能你們還可以再放一些適用的護手霜啦 那就是 其實因為它底部的關係 我覺得它有比我想像中的再寬一些些 但是當然 你沒有辦法跟旁邊這個銀色比 你要入手哪一個 除了造型以外 再來就是當然你的預算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你真的預算不想要破萬 那你就朝這個超級迷迷小包下手 它除了可以手提它還可以就是這樣子兼背 我覺得它在使用上面 它其實又在更方便也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其實可以兼背的包包 確實是比較好使用的 那這個的話它就是容量比較大一點點 但它只能一下杯 可是你換個角度想 它真的好時髦啊 是吧 好的 今天這兩顆包就分享給大家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很想要使用這兩顆包 我覺得可以從這邊入手 去買今年最流行的銀色 那直接我跟妳講 走到最高位好不好 OK 講完剛剛前面的兩顆 我個人覺得算是好入手 又非常的流行化的包包之後 接下來介紹一顆 大家心中經典中的經典 就是 香奈兒的毛泥包 這個包包呢 它其實我覺得它給人一種很季節性的感覺 因為給人的印象就是會覺得 那我既然是毛泥材質 是不是就是應該要冬天使用 可是 no no no喔 這種毛泥包它出現的季節 都會是在夏季 它夏季會出一些非常繽紛的顏色 比方說像這一款 就是 這款它其實是秀款 它在 當初秀上的時候是有出現的 這個配色 那這個配色其實你仔細看 你不覺得它就是為了夏天而生的顏色嗎 它裡面打開的時候 是這樣子 你看它的藍色是不是很美 對不對 其實它有分 這款是比較像是20公分mini的尺寸 那還有一個是口蓋包的那種 就是裡面打開是有另外一層的 兩個這價格大概差不多兩倍吧 口蓋包大概是31萬專櫃價 那如果說是這個的話 因為其實我老實跟大家講 這款包我也不是在櫃上拿的 我是請我認識的代購幫我拿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現在 香奈兒熱門的程度 其實我們真的走進門市裡面 你真的想要拿到個什麼很熱門的包款 太看運氣了 真的很看運氣 所以其實我當時是看到這個包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 我就請我認識的代購朋友 直接幫我把這顆帶回來 我請代購拿大概18 可是我知道它大概專櫃價 可能差不多15上下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蛤 那到底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其實真的就是看 你們覺得哪一個有需要 因為口蓋包的話 它還是可以 鍊子拉一拉 變成腋下包 那這款的話 像我覺得它的缺點是 它的鍊子偏長 像我161公分的女生 它會有點微微 對我來講 它會有點在骨盆下面 有時候會對於比例來講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完美 可是確實它的價格就是少不半 所以就是看大家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那這款包包 其實我也都不用再特別多介紹 20公分有多方便 它的裡面就是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試紙巾 衛生紙 AirPods 口腔噴霧 有沒有 純蜜 手機 而且甚至是連那種plus都是可以放進去 甚至甚至其實你都還可以再放一個護手霜 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裡面的容量 我個人覺得 以小包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只是它的缺點呢 當然就是像大家想的 它是毛泥嘛 那毛泥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很容易沾色 所以其實剛剛來的時候 這顆包其實是很亮很亮的 但是在我背了大概兩個月了 其實我也就是不管是出國或出去玩 我其實也都有背到它 它其實真的就是會有一點 你會覺得它會有一點被染色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今天你已經買了包包 你就不要在意這麼多 包包你就是要用它 你今天不用這個包 你放在那兒 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被發霉 發霉更慘 不如把它用到變色 好不好 我們盡情的用它 在它最紅最光彩的時候 我們用爆它 所以它會比有一番風味 不過其實我朋友那天他真的買了之後 大概就是才背第一天 就變色了 隨其大家使用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盡量避開原色牛仔褲 好不好 我們雖然用爆它 我們還是盡量維護它一下下 好的 時間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現在要介紹到來最後一款包 其實老實說 所有今天今天介紹的包款 這個包款是我最想最想介紹的 就是 DRO的這個大包包 今年為什麼突然這麼多 這樣子的包款跑出來 就是因為 DRO把這個品 這個款式又在做起來了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是有在觀察一些 歐美、日本、韓國的穿搭 你們對這個品牌一定都不陌生 就是現在雖然是流行Y2K 但是極簡風格還是有一批 非常死忠的粉絲在支持著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名人 功不可沒 就是CANDLE 這一年這半年 只要任何拍到它 不管是去運動 開車去附近賣場買東西 逛街 它都會穿著跟背著DRO的東西 只要是喜歡這種極簡風格的人 他們都一定會入手DRO的包包 那這個包包既然這麼大 所以我買了白的 那買了白的之後 確實效果很好 背到哪都覺得非常搶眼 非常的好搭 但缺點就是 這款包包真的好容易染色 所以呢其實這個包包 如果你們真的仔細看 你們就會看得到 也不用仔細看啦 應該隨便拍都看得到 它其實會在這個地方 可能包包它有一些自己的紋理的地方 就是像這種 它都會沾到一些 可能會覺得 好像顏色會帶黏 灰灰髒髒的感覺 可是其實也有人說 這個就是這個包包 它迷人的地方 它會有這種實用的痕跡 但是呢這個包包確實 在去年我去觀察去搜尋的時候 我都滿頭問號 這麼簡單的一個包包 為什麼那麼貴 你一摸你就會知道說 啊這個皮革真的不一樣 他們的皮革是用非常非常軟的 這樣子的皮去製造 那它背的時候 會呈現一個非常自然的垂墜感 那這個包包我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其實像在今年Y2K風格之餘呢 其實像在極簡風上面 這種大包其實是再次席捲重來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除了剛剛現在那些小包以外 你們還是可以入手 一兩個大包 我覺得不管是出去玩啊 或是說日常逛街 都可以做出一些完全不一樣風格的搭配 那今天這一集 當然因為我也不確定說 大家喜歡什麼樣子的包包 那可能觀眾群呢 有人喜歡Y2K風格 風格 有人喜歡Y2K風格嗎 喜歡Y2K的風格 有人也喜歡極簡風格 那在這邊我就都分享一些不一樣的包包給大家 那如果你們其實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那也都可以到我的頻道以外 還可以追蹤我的IG CHO 下面先歡迎H 當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L的影音頻道 還有L的IG都一起追蹤起來 那這一集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要分享出去 我能不能在這個頻道持續跟大家這邊就要靠大家了 啊 我們這個第一集的點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真的最後可以持續來的 你們相信我 我一定會分享非常非常多很不錯的東西給大家 我還有很多的 壓箱寶 好嗎 很希望可以之後可以再看到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哈 好不好